第四十八個金馬雄的報名 已經結束了 一百八十二支參賽電影當中 我們國平都八十一支 包括尤其中度園的 賽德克巴萊做到九百島的 那幾年我們做回教的祖父母 也有翻滾把阿信 但是港平跟中國平的聲聲 有哪是真正教喔 他這個武者士 走走不快的 度園圍得算 他所拍的大片 賽德克巴萊的 無緣的先風動路 用七的図金打造好來有的中間 剛剛才一位 威尼斯亞店的比賽品 賽德克巴萊 今年要參加金馬雄 今年國庇很多新人喔 我是殺手 按規定 我必須在七天之內殺掉 我請小敬藤說 主委的飛距殿 殺手歐陽麵摺宅 最近票房超過兩千五百萬 雖然是殺手喔 不過小敬藤說 一種人不可以當手過 這樣你別跑 讓你別追嘛 這部片是改編九寶刀作家的作品 他自己也作主演喔 九寶刀一組 寄愛情故事作為題材 那一部電影叫做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你覺不覺得沈家儀有點喜歡我 這句話生在學好的愛情故事 讓人想到年輕時代的事 不過也有人摸到實現網上 譬如說這部片就是 那人也要參與哥哥同樣的 可以找個冰霸 桑菇巴阿仙是導演林玉璇 從哥哥的故事 拿出來搬找這個彭宇彥 演這個選手 現在紀錄人得很結實 除了國品各鄉港品 還有中國品 他也都不錯喔 死的這個人啊 叫顏東升 他是多聰明啊 由咱們這個大英雄 劉金喜給這小子歸了案 這個經紀錄的名顏 讓金城府做可能 也讓曾子丹丹一下 更好 另外還有這個營地 郭武昌宇主演的B家偵探 讓人看得真正是緊張的刺繳 幾個死者被殺之後 現場沒有留下兇手的紙碼 還有死者確實被殺的原因 這些就是幾個死者的共同 頭上看一想刺繳 我們來看一看那個刺繳 輕鬆一下 賈戲不一定真言 騎馬的水床嘛 郭武昌宇主也非常勿勞 第二集錄 票房也算是不錯 裡面他的公話對面 也非常的深色喔 面朝大海背靠青山 一輩子很短 我願意和你將錯就錯 這次當中有182日 沒電影報名金馬獎 而且國品這麼多 競爭真極力 十位師父 我們就知道結果囉 一下子往不得 你們又 Ferriss 確實在說